那石頭的話 首先的話 也方法有很多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來 空白鍵 這邊我們用一個shape 那shape這邊它有一些比較好用的 比如說像Pyrapoid這個 它是一個漸層式的一個圓 那這個圓的話 它有點像石頭的一個高低的效果出來 那不過 這個就是一個圓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跟我講說全部都石頭都圓圓的 看起來也很醜 所以我們要稍微加工一下 怎麼加工法 來 首先你幫我做一個 我先把石頭做多一點 來 這顆石頭 在這個shape上面 這個上面會有一個叫做tiles tiling tiling的意思就是一片乘一片 那我今天改兩片乘兩片或者三片乘三片 ok 也就是說我有三顆石頭乘一三顆石頭 但是每一顆都是圓形的 這個就沒什麼意義 ok 那可是呢 接下來 接下來 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多顆石頭 而不是一顆 因為我要做九顆不同的石頭 這個地方請你幫我加一個空白鍵 w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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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p叫做扭曲 好 扭曲 怎麼扭曲法 好 這邊會有一個強度 已經有一個1的強度了 但是你現在看不到任何的扭曲效果 這是因為它的扭曲需要一個 gradient input 漸層的輸入 好 它用漸層來做扭曲的 所以我們簡單的 比如說我隨便拿一個pulling 這個也是一個漸層 這個也是一個漸層 這個漸層漸層 我需要它扭曲的亂七八糟 我就拿一個雜訊的漸層去給它這樣子 那你說像Cloud可不可以 Cloud的扭曲會過於強烈 對 因為黑白的細節太多了 所以它扭曲的效果也可以 但是它會效果扭得很嚴重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這邊用普通的pulling 好 那我們 我直接旁邊空白一個座好了 pull 不要了 好 分開座主要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通通一起 接在一起做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將來你省資源 你只要用一個node 可以接點其他的材質的話 你可以省掉多餘的計算資源 可是 如果我要再另外調大小的話 這樣子接反而麻煩 所以我就把這個先扣掉 把這個pulling接上去 這樣子 好 點兩下看看 這個是你扭曲的效果 什麼鬼 來看一下 這不是像加喔 好不好 這個是這樣子的齁 那個 我把這個pulling noise 這個的scale 縮放在這個值 調大 調大你比較有感覺 好 大概大到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白的 這邊是黑的 簡單來講 我用這張圖 白色的部分扭曲的較強 黑色的部分扭曲的較弱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點兩下看看 看出效果嗎 不明顯 對不對 因為我的雜訊太大了 大到比你的球還大 所以扭曲效果不明顯 那我上次有講過 我要回去調的話 我先點一下這邊 就回去了 我把它的縮放調大 看得懂的意思嗎 簡單來講齁 比較白的地方 它會往旁邊扭 往四周去扭曲 往岸的部分 它會往裡面凹進去這樣子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 就是不規則的石頭的效果 但是你會得 因為我們不是只做一顆 我們是做九顆 三乘三 所以就會變成是有九顆石頭 可以去樣本可以去使用這樣子 ok 所以做這樣子的變形有沒有問題 除了graph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graph 叫做 wa 另外一個叫directional graph 這叫做方向性的扭曲 方向性的扭曲的話 你可以指定方向 不過我這邊 我把這個圖給你看齁 這個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是說 順便 上次有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我順便解說一下齁 你有沒有看到有些節點是黑色的 灰色的 有些節點是黃色跟灰色的 黃色跟灰色代表什麼意思 黃色的代表是彩色 你可以這張這個節點可以接彩色的圖進來 好 灰色點只接受黑白的圖進來 那如果你是黃色跟灰色同時出現 表示這個節點同時接受彩色跟灰白 都可以接受 像你的blender就是這樣的東西 blender blender它是 有沒有看到都是灰跟白 黃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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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彩色跟黑白它都接受這樣子 那可是齁 如果你用blender的話 這邊是額外提到 如果你今天要混合這兩個的時候 如果你的底色是灰階的 那上面也應該是灰階的 如果你下面是彩色的 那上面應該也是彩色的 它不能說一個灰階一個彩色 不能這樣用 所以有些同學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上次有同學問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我這邊的地方有忘了gradient 上次我們用一個漸層 漸層貼圖 它其實是把一個黑白的圖 變成彩色的圖 上次我們講過 對吧 所以我這樣接過去的話 它這個地方會變成是 其實它會把它忍成是彩色的圖 我們上次有講過 這個地方可以改 對吧 比如說畫這邊 畫成紅色這樣子 對吧 當然我現在不是要搞這個 但是如果你搞這個的話 你下去再從黑白這邊接過去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 紅色線 紅色線 紅色線表示什麼 不接受 好 我看不懂 我用黑白 它會硬的試看看 但是試看看不行的話 它就是紅色線 是它意思告訴你說 你既然底圖用的是黑白 請你上面不要用彩色 這樣有什麼意思 如果你兩個黑白這樣接 那它可以接受 好 兩個彩色它也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一個黑白一個彩色 它就不接受 這樣有什麼意思 OK好 好那這個先順手殺掉 因為同學上次有問到 順便這個也很重要 順便提一下 好 所以我再講一次 我剛剛用的是一個shape shape這個地方 我用了一個那個叫做 parahoeid parahoeid 這個地方是一個圓球 然後圓球我給它一個warp warp 然後用parahoeid去 它的size之後 它的warp就是強度會增加 那你如果就不要那麼強 intensity 是扭曲的強度 你不要那麼強 它可以稍微調弱一點 這樣子 這樣看得懂意思嗎 好 你就可以有個基本的圓球出來 好 那 呃 我現在我現在我希望說 我現在這幾個扭曲 我希望有 呃 我現在挖其中的三顆石頭出來用 好 空白鍵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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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p是叫做 什麼 英文叫裁切 就跟你的photoshop裡面那個裁切工具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以嗎 好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邊 你會看到crop有噴crop跟crop grayscale 有沒有 那你只要看到這種 兩個名詞相同 但是有一個後面加上grayscale 意思就是這個是接受彩色的 這個是接受黑白的 這樣子 所以你用crop 你看到嗎 這是黃色的 好 crop crop grayscale 這個是 灰階的 欸這個很奇妙 就是說他在混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是 彩色跟灰階是分開處理的 所以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我們今天用是黑白的 我們只做高度圖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只要黑白就好 把這個接過來 他會有一個基本的採切的框 那你現在得到的就像這樣子 可是採切太大了 好 那你要採切的話 把這個area這個地方頂一下 點這個圈圈點兩下 好 這邊或者這個框框你可以去調整 比如說往這一顆石頭 這樣 好 那這樣子就會有一顆石頭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複製 反作第一 好 再點兩下 點這個area 好 點兩下area去移動你的圖片 好 把它控制在你的石頭這個範圍裡面 好 然後這個也是 我們再把這個再複製一個 反作第一 扭去到像不夠強一點 我需要一個再強一點 我需要一個再把這個尺寸 再把這個尺寸 再調整 明顯一點 好 好 那點兩下 這邊 從這邊點採切的這個框框 然後去移動 比如說我需要這個石頭 你可以自己去挑三顆 你覺得OK的石頭 然後把它採出來 那這樣子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三顆石頭 散佈在我們的地面上面 這樣子 這樣看得懂我意思嗎 好 試一下看看好不好 來 方便先簽過來吧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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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